名门之后那可厉害了 先别说他 看看他爷爷的视频吧 看一看 有人说你这个人 是博学多才 广懒多读 天文地理 无一不小 风土人情 无一不知 了不起啊 好家伙 谁有这么大学问呢 说你就这样吗 我们有请相声大师 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 侯镇 好 行了行了 你们大家都看看 这个大师后裔啊 这太好玩了 大家都知道 侯宝林先生 是我们的相声太斗 一代大师 家里边三位公子 侯耀忠 侯耀华 侯耀文三位 侯耀忠先生呢 是侯家的大公子 也就是侯镇的父亲 由于这个大爷 不从事这门艺术 所以呢 为外界所不知 我们郑重地介绍一下 现在是侯门三代 唯一说相声的 少侯爷 侯镇 谢谢 小的时候你印象中 爷爷都经常干什么呀 经常 一个人的时候啊 就是自己沙发上一坐 有时候就跟 就是串门的吧 礼物聊天 外屋肯定是不聊的 有人来了 要需要聊天的 必须是礼物关上门聊天 说点什么 见脖子人的话 孩子们都外边 爱玩什么玩什么 反正别人就不让进了 有时候就 好打扑克 北京的打百分 好打个扑克 我知道老爷子 因为这个 对工作很认真负责 所以平时不愿意 跟小孩们玩 对对对 他小时候一去 就有一个 特别好的待遇 来说一下 那就相当好了 就是在我那个年龄啊 我是这个70后 我爷爷家呀 就是怎么说呢 当时的这个环境 就是住房的环境啊 是比较好的 就是算是三居室吧 有客厅 最主要的是这个卫生间 原来像我小时候 我们都住平房 上厕所的胡同 口那上厕所去 人家这有卫生间 了不得了 但是最恐怖的 里边有一个浴缸 谁能想到 浴缸怎么就恐怖了 那就浴缸 当时谁能想到这个 我们洗澡都是 大街泡澡堂子去 只要我一去 爷爷放水 放浴缸水 这里边游去吧 这大浴缸就给你预备的 对 只要一去了 就怕我闹嘛 就浴缸里呆 基本上都泡白子才出来 都泡呼喽了那是 泡一圈 这个据传说小时候 爷也吓唬你 说要给你装鸟笼子里 对 挺大一笼子 我一去了 我爷爷不老实 给你塞那笼子里去 我一看傻了 那么小一门 我怎么出来 就是 你都没想怎么进去 当时没考虑 黑氏壽的 别人会 你要攜头 可以